我們坐公車室 公車里爾室的公車 麻煩到 從 是大概坐 11點56分的公車 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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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市區 可以看到整個市區的一景 這是整個里爾室的部分 反正我現在是買了三天的票 不管坐火車 說公車通通不用錢 全都繞一圈好了 很悠閒 等一下再把行李再拿回去放 可以看到整個 里爾室的所有的全景 應該沒有人比我這麼熟了 也很悠閒 公車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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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哇 很有特色 真的 屋頂設這樣的設計 然後又斜角邊 真的是所有的細節就藏在魔鬼裡 看到整個這種小鎮的特色 然後 很多人就是當地的居民居多 所以這邊很少很少的觀光客 旅行遇見新自己 幸福新世界 幸福法國 我小便Steven 今天是2018年 10月 19號囉 禮拜五喔 好快喔 能夠這麼悠閒 在歐洲 也算是一種 體驗吧 把小鎮玩透透 李爾的第四大車 法國第四大車 法國第四大車 可以逛很久了 可以逛很久了 這邊算是比較 稍微要比較安靜 才能做一些旁白 現在是那個李爾的 叫 Tune Post to H4 那前面有在 修路 所以是 擔心到的部分 那整個公車 目前現在有 二、四、六、七、七個人 連我八個人